产报国多了几个宝宝 真的是颇为罕见 开心开心 妇产科的医学会秘书长黄敏照表示说 上个月曾经估计去年的总出生人数 大约18万3千人到18万5千人左右 那么去年政府陆续推动了很多项的育儿补助 是否有帮助提升今年的出生人口 真的是值得观察 另外我们来看看医生的说法 来自于丰园医院产房主任张坤敏坦言说 这生育率是年年创新低 但是高危险认诚的孕妇不降反升 也就是说高龄的孕妇越来越多的意思 这个跟近年来国人的生活习惯 饮食压力等等恐怕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希望民众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好那来讲这个生育 真的希望大家如果能够念完就够生育了 大家说有时候要生育儿开始问题了 但是对于很多真的很想生的 因为可能都还没有宝宝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韩国瑜 这个怎样你知道吗 他是结婚这个八年 一直其实都等不到宝宝 最后他在接受这个Angel去年9月12号专访的时候 他有提供了一个他的经验 纯属个人经验不代表本台立场 那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经验是什么 因为我突然为什么今天会想到要讲这件事呢 是因为我发现说 今天的中国时报A11社会综合 这个版面的左下角 有两个周刊 他说这个要揭露韩国瑜护器大法的秘籍 那苦夫韩冰 韩冰就是韩国瑜的大女孩 对不对 其实当年结婚了这个八年 一直都没有小孩 所以其实夫妻两个也非常的紧张 那韩国瑜接受Angel的专访的时候呢 他讲的这个方法 其实最近我发现 还有人其实去看 在YouTube上面看这段专访 然后看完之后就说 这样我也要来吃鹅蛋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韩国瑜的经验 好不好 来来来 好这个韩国瑜的密集 不好意思 我先把我的手机的声音关掉 好他的秘籍是什么呢 请看 在YouTube看一下 这个我在 哎呦我已经不是去年了 不好意思 已经是前年了 今年已经是2019 去年2018 所以我是在2017年的9月12号 专访韩国瑜的时候 下了一个标题叫 你不知道的韩国瑜 在这一集里面 你把影片 把它快转到两分钟的地方 韩国瑜有一个经验分享 当时一直很想要小孩子 两个也很拼命的做人 但是呢都没有成功 后来也有听到一个阿婆 给他教他说 吃这个鹅蛋 就是鹅蛋脆脆的 但谁吃比较重要 是太太吃哦 这是重点哦 好不过今天在这个 中国时报A11下面 这个周刊上是另外讲说 韩国瑜是用护气大法 苦肤寒冰啊 好那这个周刊上讲的资料是 韩国瑜自爆婚后十年 老婆李嘉芬的肚皮 一直没有起色 还自嘲说我十年来 发的都是空包蛋 好那么据悉呢 韩国瑜后来是靠着护气大法 李嘉芬才总算怀了寒冰 好这个说法 其实我想这或许也是 另外一个说法 但是主要今天要讲出来 新的一年生生不息 希望大家呢 都天丁天福 天才天寿 好所以呢 先从这个生产报国 如果真的啦 有这个结婚很久 很想要生小孩 但是还没有这个消息的 就是以韩国瑜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但是纯属他个人经验分享 不代表本台立场 好 好啦来讲这个过年的事 过年的事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叫做 正能量跟造神 到底这个韩国瑜的现象 有人说韩流 我感到厉害啊 算计结束还没拿 连过年的时候 整个韩流的外溢效应 是包括高雄的跨年 人也来很多啊 号称有八十万人 但是这个八十万人 一说出来 就有人说韩国瑜啊 你又碰风了 你这八十万人 到底是怎么算 不错不错不错 高雄市政府有资料 稍等的援助 送给大家看 好那再来呢 就是韩流的外溢效应 甚至于因为在讲 这个去年底的时候 我们韩国瑜不是上了这个行政院吗 去争取这个预算 好但是呢 这个预算就很怕被卡关有没有 所以真的 我看那个YouTube下面好多留言 说哇真的如果这个执政党政府 给他卡关的话 我真的就给他送去总统府啊 从那个总统的位阶 直接来帮助高雄 也是一个想法 哇我说真的是 大家韩流都是充满了很 很大的力量 但是都是正能量 也希望都是高雄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在高雄这个跨年的时候 到底这个韩流的效应里头 带来的八十万人 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好多人在质疑哦 因为为什么 我们来看看 今天的自由时报 在A4焦点新闻 这个下面 有一个左下角 有一个叫新闻线上的 跟我12点20分 我们快乐电台的节目一样 也叫新闻线上 我们叫新闻线上 来啊啊不管 来先看看 他的标题叫做 高雄好棒棒 台南产兮兮 内容呢大概是在讲说 哎呀 这个寒流真的是造神太过了 对吧 高雄讲的很好 什么一个小摊贩啊 就讲到什么生意什么 多好多好 说啊 大家说真的有多好 你说你好也就尊散了 那为什么要把台南讲的惨 是是 台南真的有那么惨吗 对 事实上 在这个也不知道寒粉 老实讲 这是网路上面的人 所以有时候 你很难讲说 寒流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 有时候很难讲 但是大部分 至少Angel 大家也可以同时去看嘛 就是所有我节目下面 在YouTube下面的留言 其实我发现都是正能量 正向能量比较多 但是有少数 比如说送我树干的干 我说那个 我的树干多到 已经可以盖树屋了 对 所以但是 那有一些也是寒流的人啊 对不对 我说寒流的人 也会来骂我的 但是有些人就说 那个其实不是寒流 那都没有关系 反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只是跟大家讲说 其实网路上的朋友 其实素质 其实是 都不一定的 所以这个 不是说只有寒流是这样 柯文哲的 柯粉们其实也是 其实素质都还是会有一少部分 其实是比较激烈的 这个都难免 包括麦粉 也一样 麦粉是什么 是陈其麦的粉丝们 所以这是网路上的现象 那所以其实 如果说要从 一两个网友的留言 来断章取义说 这个就是寒流 这个是麦粉 这就是柯粉 其实呢 都不算是对的 但是只要一个留言 其实都可以拿来做新闻 所以现在真的要跟大家讲 新的一年了 一样大家希望 智慧 一样开启 然后用着最平和的心 什么媒体 你如果真的很认真的话 就什么媒体都看 好不好 那 有人在网路上 跟Angel讲说 你就看联合报 中国时报 我说对啦 都看蓝蓝的媒体 那讲出来都是蓝蓝的话 其实这不是 Angel做节目 也不是在一个媒体 多元化里面 我觉得 所谓好的现象 好的现象是 其实是 媒体的这个多元性 那其实大家都能够 这个用心 去看 但是其实都不要 随之起舞啦 对不对 就保持这个理性 有时候你看新闻 真的是断章取义 有时候会被做出来的 所以我宁愿就是怎样 我宁愿就是说 不同的媒体 三明治 我绝对也看 那这个 中国时报 我绝对也看 联合报我也看 还有什么其他的报纸 我觉得我们都看 都了解一下 你才知道 人在说啥 不要自己一个人 就整个都被洗脑 洗得很绿 洗得很蓝 这个就缺乏中立了 所以好 所以大家今天 像脸书一样 也可以多多指教 今天在脸书留言 那我会这个来 来回答的 好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过年的时候 来看看这个新闻 说 来说什么 来我们先来看看 所谓的80万人 到底是怎么来的 高雄市长韩国瑜宣布 80万人参加跨年活动 打破历年来的记录 最后引发了 网路的论战 高雄市政府新闻局 昨天就提出 声明说 这是对比106年72万人次 那么107年的跨年 确实人潮是比以前还要多了 好那新闻局指出 2019这个爱 Sharing 梦时代跨年派对 活动主办单位推估 参与的人数突破 历年来新高达到80万人次 好这80万人次怎么来的 来仔细听 这是统计全天梦时代活动 周边的场域 还有外溢 梦时代广场 购物中心 还加上什么 贪贩市集等 这些人潮这样子加起来的 不是就只有那个晚会在那里的那个人潮 好所以对比106年72万人次 那么107年的跨年的人潮 确实比以前还要多嘛 好那你就说他80万碰轰好了 但是他比72万人还要多 那这样子有没有接近80万 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下 看这样有合理吗 好那活动指导单位 高中市政府强调 跨年活动的参与达到80万人次 由主办单位推估 而且活动的场域广大 从白天到晚上 都有热情参与的民众 透过各种交通工具 前往活动的现场 有什么工具呢 像是捷运的R6站 他只是多项交通工具之一 因为有人去算R6 别的报纸算一算是什么 我哪个5万人啊 对不对 但其实其实还有什么啦 还有轻轨还有公车 还有私人运具等等 都能到达会场 对呀私人运具的是 我哪个5万人啊 还有什么开车啊 我如果住在附近 我用车的可以吗 我高兴人呢 好啦 所以啦 看好啦 看好啦 80万有没有很烹烹 来 再来看看 那到底这一次 曙光 听说从这个陵园 而且呢 就在 试镜之南树 好 既然有这棵树 Angel就跟 全国的听众朋友 好好来介绍 我们高雄 有这棵树 这棵树 其实它是 黄锦树 好 那 这一次呢 这个黄锦树 因为我先讲一下 黄锦树 被称为 这个 试镜之南树 对不对 那这棵树 就在陵园区 那陵园区是在 高平溪的出海口 是市长韩国瑜的户籍地 而陵园区的 东扇路 32号的 一株黄锦树 刚好坐落在 高雄最南的 金纬树上面 好 所以被称为 试镜之南树 这个试镜 好 就是高雄市境内的意思 叫试镜之南树 好 受过了风灾的摧残 经过当地的志工 副职之后 依然努力的 绽放绿叶 象征高雄 荣景 复苏再起 好 师傅这一次呢 首度安排到 陵园区 办理元旦的 引暑光活动 希望带来 全年满满的 正能量 正向的能量 对不对 好 那么昨天的 清晨四点多 先下了一点点的细雨 但是活动地点 在扇尾的 市境之南树的 海滩附近 已经聚集了 很多的人群 还有摊贩 那么陵园爱乡协会的 会长陈俊强 还有文石老师 代建成 陆续的介绍 市境之南树 这棵黄景树 复制的过程 与故事 炒热气氛 来 我觉得最好的行销 就是什么 真的不是只是看表面 而是它有深度的文化内涵 就是头过这本 整个我们说去 云曙光的活动 把人潮刚好 带带带 带到这个陵园区 去认识陵园 看到在地文化的 努力跟美 所以我们陵园区的区长 谢水福 他也很肯定 是否这项活动的创举 他说 昨天云层比较厚 虽然没有看到曙光 但是为陵园带来的新希望 让大家看到陵园的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有进步 然后带动整个陵园 未来的发展 那曲工所 还有爱乡协会 会持续努力 借此宣传 地方观光文化活动 对 就是把陵园 对不对 高雄市的观光 把它带起来 正向来看 好 来说到这个潘恒旭 来我刚才讲的这个新闻 都来自于今天的台湾时报 来看看潘恒旭推观光 我看到这个潘局长的这个脸书 他跟这个大陆的一线 这个女主持人 这个鲁玉 一起一起拍照 他说因为中国的实境秀 非常的红 对不对 而且那个各个年龄层都有 对 所以呢 就是在想说 那怎么样把高雄的这个印象 再行销出去 所以呢 未来 跟这个很多各种有可能的 影视产业 有可能都会来做这个结合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1月份 1月份的观光大使 就是我们的白冰冰 我们的冰冰姐 说到冰冰姐 这就有意思了 大陆也有冰冰 有这个幻冰冰 还有李冰冰 那我们台湾有个白冰冰 好 1月 我们的观光大使 是这个白冰冰 因为好像有冰冰都会红 好 潘恒旭指出 1月份 冰冰姐要来拍这个MV 那除了台湾以外呢 也会在中国12个 这个视频的网站上架 锁定台湾50岁以上 冰冰姐的粉丝 还有中国福建的游客 因为大家知道冰冰姐 讲台语比较多 对于Hokken 这个UK 一定 感觉很清晰 好 希望呢 透过这个高知名度 冰冰姐来行销高雄 让更多人愿意来这边走一走 来白冰冰拍摄这个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他拍摄 Likey各雄MV 的行销高雄影片 那昨天上午 从爱河畔出发 接着转往连池潭的 龙虎塔 还有佛陀纪念馆 异大世界 国宾饭店小吃等 来搜集美景跟美食 那潘红旭表示说 未来每个月都会邀请 一位观光大使 来帮忙推销高雄 目前确定 一月是白冰冰 二月给大家猜是谁 陈文茜 那三月的时候 有两位人选 现在还在洽谈中 希望透过名人的魅力 让外界认识高雄 行销就是要摆花齐放 你知道吗 就是每一个亮点都要出来 这样行销的效益才会更大 会看到高雄更好 但是我们其实是希望 这股效益让台湾都更好 我看到卢秀燕 其实他也很有亮点 到处其实在拼这个经济 你看过年的时候 台中的花博 是不是真的涌入了很多的人 而且大家都是笑脸迎人 看到卢秀燕在元旦升旗的时候 他不是站在台上 他刻意在台下 跟民众一起来过年 希望台湾这股 属于政治的正能量的氛围会更大 所以等一下呢 我先讲一下 等一下我们要讲一个英文 叫做people person people person 其实非常适合用在韩国语的身上 大家现在都在讲说 台湾要推这个双语教学 就是这个英文 还有我们的这个华语 好OK 所以是怎么样 所以今天呢 就聊着聊着 顺便把people person的意思 这句英文 我们就一起也学起来 好来 广告之后回到现场 快乐联播网 人民最大声 谢谢 小书都变 人生无常 有的人是为着 亲情 需要 身体 在欢乐 所有的欢乐 在这儿 有一个 最好的方法 要跟你们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 我们如果要睡之前 会想让我们自己的 完全资助 早生 我们的心来 会更平静 便会给你个人 通知三三五 数理三三 皇后娘娘 今天皇上又翻甄嬛的牌了 皇上好久没来我请功了 听说甄嬛每天补充胶原蛋白 所以能一直维持青春美貌哦 胶原蛋白是人体重要的蛋白质 胶原生态分子量小 低热量好吸收 安心无负担 留住青春 荣光换发 真的很简单 酵素水姐专利胶原生态 在宪政优惠中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互播0809 092 898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上网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陪您串流全世界掌握新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快乐联播网 好的菌 让您健康舒畅 坏的菌 让您病奄奄 敏苏青 寡糖液菌 给您维持一身轻盈的体态 盐血11株复合式活菌 维持健康的体质 帮助消化 排便顺畅 调整体质从小开始 老人小孩都可使用 现在民宿新寡糖液菌特价中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或播0809 092 898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播网 来 广告之后回到现场 大家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 人民最大虾 人民最大声节目 大家好 新年快乐 我是Angel 真的在脸书上面有人留言说 如果高雄市民多收听Angel的节目 就能够心平气和和过好日子 对对对 就是这样 来正能量 来正能量真的是正向的能量 其实大家都会希望高雄会更好 所以在这一股寒流的推送之下 韩国瑜市长 顺利当选了高雄市的市长 有人就想说 这寒流看得这么厉害 酸熬 各位 各位都有一期 所以在就职的时候 就是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五 哇 真的很多人 然后来到高雄 他们的生意都很好 然后看看各个夜市 哪几个夜市都有起来 自强夜市也有起来 对不对 然后新绝江 人有变多 六合夜市 其实都会发现 高雄市的观光人口变多了 不是国外来的而已 不是国外来的华人而已 外县市的民众来的很多 我其实蛮感动的 就是在我的影片 放到YouTube的时候 在下面的一些留言 看到好多的网友留言说 他要来高雄七头 那也有人说 因为收听了这个节目 透过Angel觉得说 对高雄的观感不一样 觉得高雄真的可以来驾驾 哇 看了听了都好开心 所以欢迎大家真的来高雄走走 我说嘛 山海河港一应巨足 还有高雄人满满的热情 来看看高雄 韩国瑜也可以去市政府看看 追韩还是有 但是我们是希望把这股热情 就是真的很很正向希望高雄会更好 这股风潮我们持续 因为也看到这个高雄市政府 你看这个观光局 潘恒旭 潘局长 我想各个局长 大家都会这个脊椎直上的什么 把高雄的很多地方的特色 就像我们刚刚讲跨年在林园 也把市境之难述 介绍给所有对不对 来自于外县市 来自于国外的华人 还有很多高雄市的市民 搞不好也不知道 有这棵黄景树 叫做市境之难树 对不对 所以也认识到了林园 其实就是这样子 一个一个一个的待 来一月观光大使 复习一下是白冰冰 二月是陈文茜 三月现在有两个人选 我们现在还在考虑商谈之中 好那今天在节目里面 我们要来说双语教育很重要 今天就听了一句 people person 大家知道 people就是很多人 对不对 很多人的时候就是people 就是人嘛 people 好来 person person就是一个人 对不对 很多人跟一个人 people person到底是什么意思 跟大家说 这就是说这个人 很受欢迎 这个人非常的受欢迎 很受欢迎的人 我们就可以叫他people person 谁很受欢迎 当然啊 这次当选的各县市的县市首长 一定是绝对很受欢迎的 但这个很受人欢迎 我们也可以除了说政治人物这种 比如说票很多 他确实受欢迎 可以来形容之外 如果在你的身边 那麦公 真的好像那个人知名度很够 你就说在你身边的朋友 你看 盖和道丁 非常好相处 而且呢 真的人缘 很好 那这样的人 我们也可以叫他people person 就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怎么讲 很受人喜爱 而且呢 他很善于跟别人互动 大家就觉得 真的他很好相处耶 这个叫做people person 好 people person 这样子 大家都觉得说 阿乌啊 那我身边 还真的有一些people person 或许是我自己也是个people person 我也很受欢迎 这样子感觉就很赞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来 打人知道我的老公是美国人嘛 对不对 那因为他住的地方就是这个 美国的power center 就是华盛顿DC 这个就是美国的首都 所以那种政治敏感力很强的人 他说其实people person 在他们在美国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这就是很重要了 那这个意思我觉得 还蛮适合韩国语的 所以今天我的标题下的就是 people person 韩国语 为什么people person除了受欢迎之外 其实他还有一个意涵 他是代表说 他是有群众基础 但是你要想想看 他为什么有群众基础 不是他很受欢迎 其实他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 这个意义是什么 就是他是心中有人名的人 心中有人民的人 他会把人民的这个福祉 想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换句话来讲 people person 讲的是一个 愿意为公众服务的人 那就不是所谓的政客 政客是超短线 很自私 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people person 他这个人 这个person 他想的是people 一生的 是更多的人 一个人 心中有很多人 他就是愿意为公众服务的 所以people person 这句这个 你就叫他是谚语 还是叫做片语好了 跟听众朋友讲 people person 我觉得很赞 那在这个 如果大家愿意 跟我一起学习的话 如果你在这个 网路上面 你来搜寻的话 在解释上面 他会提供给你两个 我们来看看文字上的说明 第一个就是 喜欢或特别擅长 与他人互动的人 a person who enjoys or is particularly good at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就是跟的人很会互动 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在这个新的时代 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领导者 一个很有活力的领导人 好 那像这样的特质呢 他们主要关注的 就是会利用他们的特质 为他们的组织 有形成创造力 而且呢 会培养出一种 有希望的氛围 这个就是 Angel要来解释 这是我在过年期间 我真是想想 就是说 希望整个台湾未来政治界 是充满着正能量 你看看 改造组织 不是现在民进党 也很需要吗 对不对 因为呢 这个内阁到底会不会总辞 现在好像又变成了 一个问号 但是民进党的整个改革 其实是台湾 是台湾进步的一个象征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再讲一次 成熟的国家 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 其实呢 要有非常好的在野党 跟执政党 这样这个国家 才会更好 好 还有一个呢 在这个people person 他有个特质 他会行诉一种 叫做人民的一种归属感 好 那为什么说韩国瑜 是people person 第一个 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就是一场干净的选举 他说我宁愿干净的输 我不要肮脏的赢 是不是 好 那所以 其实Angel的感触最深 我在一个 大家都觉得知道 比较绿色的 这样的一个媒体 但是呢 我们近着媒体的本分 我们发出多元的声音 跨越政党 跨越蓝绿 那我们就是 对我来讲 就是 抱真导正 虽然这句话有人说 对 好像是从慈激来的 可是我觉得 这个意涵很好啊 就是你要报导 就是要真实的 然后有些错误的 其实你要把它 这个 导正过来 那这就是 一路上 后来 我为什么先从 看到一个 立委们拿着牌子 说要消灭母语 那我就觉得说 不对啊 我当时访韩国语的时候 他明明是说 他要把这些 这个母语教学的钱 拿来鼓励 这个母语教学 只是说 没有在课堂上学 样哥 你以后可以跟你的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 你可以跟你身边 所有的人学 那你学了 你如果去考证照 我也鼓励你 对不对 你可以去唱歌 唱台语歌比赛 你可以去演讲比赛 你能去 歌语比赛 不管 但是呢 其实 没有要消灭母语 需要鼓励母语 只是用不一样的方式 把课堂的时间 拿来 大家充实英文 因为说实在 这个小朋友压力 也已经够大了 但是他真正 是不是能够 好好的 把未来 可能台湾的 另外一个官方语言 是英语 学得好 这个我们现在要打的基础 老实讲 要很深很深 但是呢 我们的基础 老实讲 因为现在不好 所以真的要深入的话 我们真的要把一些时间 做时间管理 要做有效的运用 所以我也希望说 听众朋友 第一个 真的没有消灭母语 这件事情 那也没有赔税 没有说 你们的公司 车完工 车一千人 我母亲还会陪你睡 也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我是从这样一路一路 我看着很多 很多错误的 可能抹黑抹黄 抹红 然后一路到这里 所以形成今天的节目里面 其实到现在 还是一致的风格 还是一样的 在暴增导正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被大家讲说 我是支持韩国瑜 我其实我支持的是 我支持的是 公理正义 我不希望看到那种 就是 在选举的时候 那种被 被那种 我其实我想的很简单 听众朋友听这种评 我跟你们说一句话 你如果 说什么魔法 魔黑魔红 你比较不感觉 因为我们都不是 怕政治的人 你不是走政治的人 你被人家怎么抹 你可能没感觉 但是你如果想到说 我就是一个平常的人 我没有在玩政治 可是如果被人家冤枉了 你那种感觉是不是很差 就是这样子 你要把别人当作你自己想 同理心要够 你这样子 你就可以跳脱蓝绿 你只要看事情的真相 是什么就好了 所以我一直在讲 我希望的是台湾的选风 人家说要到参与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现在我都可以讲得很轻松 但我选举的时候 我讲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那个都是 我讲的话 有可能都会影响到 可能这个选举 所以候选人都很紧张 我的压力会很大 听众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听众会打电话来跟我抗议 可是要选举完了 所以我一再呼吁 希望大家回归到平和 这种酸的话 像预估一个跨年晚会有80万人 那去年算一算72万人嘛 对不对 今年人比较多 你就说他80万 这样有没有很夸张 所以我也觉得说 不需要讲成怎么样 但是有一些 所谓这个 大家在讲说 所谓有一些的韩粉 确实也比较激烈的那些人 有没有不好的自称韩粉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韩粉的人 他也会来讲说 你还要说多好 就唱衰台南 他想说台南因为是民进党的嘛 对不对 那就会打台南 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是不好的事情 其实我也要看好台南 台南事实上 他们自己本地 跟我们台湾过去的观光客人口 还是很多 人家台南毕竟也是很有特色 的一个古都啊 对不对 老实讲台南的小吃 还惊得也很好吃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也不要被那些影响 去看衰台南 所以我希望的是 大家有一股正向的能量 真的是希望 不是高雄更好而已 真的是台湾会更好 所以民进党的朋友 民进党执政者 我们一样要给他加油 都不要酸 我们也都不要酸 其他民进党的县市 因为其实这次选举 其实看来 所有的县市首长 真的也都是很不错的 而且今年 由于韩国瑜先发起这个 所谓的干净选举 其实我们看一看 侯友宜 我也是觉得 他真的是一个 真的是口不出恶言 然后非常有风度的 他被人家真的也是 你知道吗 从那个什么 文大的孝顺案 这样一路打 真的他也很可怜 那如秀燕 你看他也是一股清流 那我都觉得说 这样很好 我们以后 如果说民进党的朋友 已经看到说 国民党可以这样算 好的我们都把他搞起来 好的都把他搞起来 那 真正的国民党 其实也没败 因为国民党是自己放声韩国瑜 是韩国瑜自己的特色赢的 所以说 现在的国民党 自己还在全面检讨中 他们也在检讨 只是 当然我们以政党来圈 我们就说蓝绿 我们都讲说 这两个其实都要加油 其实现在是 人 很好啊 都是党里面有太阳 太阳在照耀党 所以你看现在 人多好 要跳脱政治的包袱 我是今年 我这样子来看 就是说 我希望我们的政界 有新的正面的能量 会更好 现在时间11点37分 我今天讲的是 people person 就是受欢迎的人 叫做people person 还有呢 为人民服务的人 真的是要 类似像一个政治家 我们也可以叫他people person 但是你不能用在政客 因为政客他是自私的 他是短视尽力的 他是为自己好 不是真的为人民的 所以不是说 所有从政的人都可以叫做people person 不是要是政治家 以长远 以人民福祉为利益的 叫people person 因为最近高雄 一片双语 其实Angel有在讲说 我很想要推那种双语 对不对 但是呢 我是慢慢的启动 那我们很开心看到 其实高雄有一些电台 已经把这个教英文的比例 或说英文的比例 或是用这个歌曲 你知道吗 就是介绍英文歌 那也让大家呢 多接触英文的文化 用这样子全面 其实都大家正向提升了 就是说 大家可以多听到一些英文 把英文带到生活上 这样子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英语的环境 大家比较晚意去饿 要把那个氛围带起来 觉得说 这是我们国家的方向 台湾会更好 所以呢 以后我们会多一些师资 多一些时数 甚至以后课本 可能也有考虑 有一些就是用英文课本 所以呢 像我们今天的工程人员 小巴 嘿我现在就在讲理 就可以看到他 他很可爱 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 我已经说我要在节目讲了 就是呢 他因为我们电台 除了我留美 只有我们一个这个留学英国的同事 所以我们在有时候都会聊一些 这种双语的一些 怎么讲 怎么样学习英文 这样的一个意见 所以我们都会讲一些英文 所以呢 小巴就 哎呀 听了一堆这个意见之后 他就很努力说 我要振作 我也要来学这个英文 所以他就回去呢 把KK音标 很努力的看 看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 他的女朋友跑过来说 你在干什么 小巴跟他讲说 我在学英文啊 他女朋友说 真的还假的 小巴说真的啊 他女朋友说 你骗我啦 你是不是交了新的女朋友 是不是那个女人的英文比较好 所以你现在 在努力的学英文 真的是误会啊 小巴一直喊 没有啦 我真的只是 只是我们高雄 现在真的很有学英文的feel啊 所以我就想说英文很重要 我要开始学啊 没想到会被女朋友误会 这个听了我还觉得蛮好玩的 然后听到朋友 今天是这个 新的一年 节目大家就轻松一点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看 有建设性的 就是我们蔡英文总统在新年的谈话 还有呢 大力多到底是什么 谢谢 快乐 最好康 如果说到大家要过来的时候 陪到最好吃的四十碗 我不知道有哪年后的 是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威啊 今天要给你介绍这种东西 就是都在厂地 最好吃的美食 阳家乡猪肉干哦 我们说到阳家乡 它在六甲 最有名六十年六甲 嗯 嗯 好酥哦 有什么 它很脆 很香 喔 让我们做些料咬咬咬咬咬 来 你擠 performer 让它脆 Crot 它肉卷 我们就是用赤煌 切片 切片 ضウ 那要开始冷凍 因为要保持它的鲜甜味 海苔 海底 海苔 由甲 day 很爽口 对 然后它的蜜肉 发味到 加上到櫻花蝦剝下去的時候 脆脆脆 香香又酥酥酥 豬肉條吃下去之後 軟Q軟Q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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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蜜子的感覺 有厚度 裡面還有一顆顆粒的芝麻 那就是芝麻香 然後再加胡椒 真的 那不香喔 那是我們所謂的黑胡椒 越吃越好吃 你去外面什麼吃不吃 就是紹興豬肉條 紹興豬肉條喔 裡面加上我們的紹興豬 你在補的時候 它的紹興豬肉的味道會慢慢造出來 會為它的品康 把我們的頭上整個香味一直在環繞 中間都要很彈牙 很好吃 完全不會塞牙縫 不會 我來講到這個 我當時在送禮的時候 真的大家最想要就是說 阿桑在吃的東西 大家在吃 哪吃 哪有感情 在送禮的時候 你能吃到 我也能吃到 這是最讚的 那我通過HACCP ISO2200 國際雙認證 一個豬肉鍋給你國際雙認證 因為我們補償裡面 沒有豐富這個 沒有糖精 沒有跟人家的豆粉 全部使用是CAS的溫體豬肉 所以大家收到的時候都要去旁邊喔 櫻花蝦脆片的肉更 好吃 黑川胡麻豬肉乾 來自燒蜜汁豬肉條 這是原味的 再來就是我們的 自燒紹興豬肉條 哎呦 紹興的過程味 媽媽媽很喜歡 原味的檸檬豬肉乾 是 你如果蓋我們洋家鄉去那裡賣 最終這樣加起來要1千170塊 不啦 我覺得 你可能開車去又停車了啦 你不用去那裡停車 對 第二 你不用去那裡排隊 讚 第三 你又要運費 對 對 阿威兒現在要用一個 做優惠的介紹 是 不用到1千塊 對 運費喔 對 九百 九十塊 不用排隊 故作不一樣的口味 現在開這個電話 又不用錢喔 電話幾盒 來 0800 058 589 0800 058 589 快樂 最好康 讓你越來越快樂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來 聽朋友所收聽的是 人民最大聲快樂聯播網 我是Angel 我們來看看臉書上面的留言 這個有聽朋友建議說 安琪的英語有本土腔 有方便的話 可線上雙語教學一下 先建議教一些生意用語 攤販 或許可以學來用用 感謝你的建議 還有跟聽朋友講 有本土腔這個都沒有關係 大家其實知道英文 其實你不是只要聽美國腔 英國腔 印度人講英文 日本人講英文 愛爾蘭講英文 很難懂的那種腔 全部其實都有 所以大家都不要去在意大家有什麼腔 你就是這樣聽的就問我 people person 受人歡迎的人 還是說一個政治家 你都可以叫做people person 你就會記得這個發音就好了 我們其實也不做英語教學 但是我覺得我們就把英語放到生活話裡面 來王玉梅小姐說安琪加油 謝謝你 我們陳一秀小姐留了好多言 她分了好幾則 她說別同理心別再造神了 還說想做公親嗎 跟韓粉說什麼 他們聽不懂 還有放屁清流 還有國民黨沒買票就不會選的啦 陳一秀還說 本來就提倡乾淨選舉 不是韓導說的 其實說不是重點 誰做出來是重點 好 然後這個欠 Andreins 就是說不要再騙的 好 來 其實沒有關係 我都謝謝大家的指教 不過我真的要講 其實人沒有玩人 不管藍的綠的 還有現在很多其他政黨人 包括時代力量 其實這些政治人物 你都給他看透了 哪有一個 真的說政見百分之百 是可以實現的 還有哪一個 其實沒有出錯的 只是說 我發現 正能量是什麼 是如果你相信這個人 如果你相信這個人 你相信這個人 可以是蔡英文 你相信這個人 可以是黃偉哲 你相信這個人 也可以是韓國瑜 你如果說 但是你的相信是什麼 有的人是覺得 蔡英文是 民主的價值 其實是政治人物裡面 我們比較難去看到 就是說 他可以在 在真誠 人其實就是要有顆真誠的心 但他不完美啊 他還是會說錯話啊 但是你會發現 大家對他的包容 就會多一點 原因是 大家願意相信他是一個政治家 他是一個people person 為什麼 他相信 他相信你算不完美 但是你的起心動念 你的出發點 是為我們好的 那或許你這中間 有一些東西要修正 那大家還是願意去相信他 所以其實這一股 我解釋為正能量 但是 當然不同意我的 你也可以說是造神 因為 大家說 柯文哲也是造神造出來的 對不對 然後韓國瑜也是造神造出來的 但是如果大家願意去想 退不好想想 如果是正能量呢 正向的能量 那大家是往事情去看 就不用多講那些話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總統 在新年的這個談話裡面 我們先講 因為這裡面有關於這個大利多 那大利多這個稅收 到底是一個什麼狀況 我們先來看看 今天中國時報A3焦點新聞裡面 有一個叫做 公商團體批菜兩岸談話 人模糊的最後一段 其實這段談話有講出 我們這個超收的這個 稅款的部分 他說對外界以2014至2017年 稅收超增超過5000億 要求還稅於民 去年又因為經濟穩定成長 上市貴公司的獲利攀升 以及股市的活絡 前11月這個主要稅目中 包含了銀鎖稅 中鎖稅 營業稅 煙酒稅 房屋稅 排照稅 和關稅等7個稅目 都創下歷年來同期的新高 那麼財政部呢 預估去年全年的稅收 將再超增600億到800億元 好真的有很多的錢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蔡政府 他發放的這個經濟紅利初步的構想 我們來看看中國時報所整理的 來項目 所謂稅收紅利額度 106 107 兩年的稅收超出法定的預算 1000到1100億 那麼扣除債務還本 那麼稅計剩餘不到500億 好那在財源的籌措方面 他編列特別預算 至稅計剩餘來做籌措 好那回饋的對象 大家趕快聽一下 看你是不是被回饋的對象 好回饋的對象是收入比較少 特定族群或者是弱勢民眾 好那在部會措施在研議當中的 就是經濟部他在研議對於小商家 營業稅要打折減稅 那麼節省家電的擴大補助 好這個節能家電的擴大補助 這跟環保也是環環相扣的 好那另外在交通部的部分 他就在研理這個計程車司機的 油資補助 還有擴大國旅住宿補助 好這個計程車司機的這個 這個游資的這個補助 其實是小黃司機們 一直都很期待的 那另外擴大國旅住宿補助 這個部分其實是有爭議 這次的暖冬 暖冬的這個補助 當然很多人都覺得有感 就是民眾也有感 然後這個飯店民宿業者也有感 但是有人一部分在講說 你一直其實只是去拿錢 去補助這些觀光 其實對真正觀光的基本面 很多的問題 其實那個才是根本需要改善的 要不然政府哪裡 哪一年 不是每一年都有那麼多錢 我是拿錢出來做補助 這也不是根本的辦法 好當然這個大家都可以都注意一下 好另外這個在教育部的部分 他們在研理的就是說 這個學貸只繳利息不還本 那麼最長五年強化宣傳 讓青年無後顧之憂 那麼可以創業 那至於消費券 有人在講說 馬英九時代有發消費券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呢 蔡政府是不考慮的 我也覺得這樣子也蠻好的 那因為可以做更多的 在教育上 在交通上 那甚至於呢 在這個經濟部 對於小商家營業稅 都可以打折優惠 我相信這樣子受惠的對象 而且比較正向鼓勵 這個當然大家都可以來多關心 另外我們來看一看 蔡英文總統 昨天發表新年談話 對兩岸的議題首度 提出了四個必需與三道防護網 並且向對岸喊話 強調呢 去年底九合一選舉的結果 絕不代表台灣民眾 想要在台灣主體性上做退讓 那如果疫情防治都不能真心合作 哪來的兩岸一家親 好我們來看一看 馬政府時代呢 每年元旦都會發表文告 蔡政府執政之後呢 就取消了相關的談話 那麼昨天是蔡英文上任之後 第一次發表新年談話 蔡英文承認 九合一大選是對執政者 最嚴肅的檢驗 但是他強調 這場選舉的結果 絕對不代表 台灣基層的民意 想要放棄我們的主權 也絕不代表台灣的民眾 想要在台灣的主體性上 做出退讓 我也覺得是這樣耶 聽好朋友 我們台灣想當一個民主的國家 我想這個方向是很確定的吧 好另外 蔡英文說 我們不反對兩岸正常的互動 我們更不反對 兩岸之間的城市交流 不過兩岸之間的交流 要健康正常 不能靠模糊的政治前提 或者強迫就範的通關密語 大家知道通關密語 是什麼嗎 來目前就是兩岸一家親 還有一個就是九二共識 那記不記得 在這個上海跟台北的雙城論壇的時候 柯文哲又提出了另外一個想法 能不能再想想其他的說法 那就是是不是又要新的通關密語 但是這個在蔡英文總統看來 顯然他是覺得說 這個都只是模糊 模糊焦點的一個做法 主要還是兩岸交流之間 是要健康跟正常 不能放棄台灣主體性的 好另外我們來看蔡英文呼籲中國大陸 必須正視中華民國台灣存在的事實 必須尊重2300萬人民 對自由民主的堅持 必須以和平對等的方式 來處理我們之間的歧義 那也必須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權的公權力機構 那麼坐下來談 好這四個必須才是兩岸關係 是否能夠朝向正面發展的最基本也是最關鍵的基礎 其實我們聽跟這樣看我們也都覺得對 可是事實上是蔡英文這個當選之後 其實就是中國大陸這邊其實就不再對話了 所以這個中間到底對不對 到底是什麼樣的外交手腕 還是說什麼樣的一個政策 有人說集讀不好 那時間點又是怎麼安排 那這個 有人說蔡英文現在大聲的 還有什麼叫做維持現狀 向來也沒有所謂的維持現狀 因為現狀一直都在改變 所以蔡英文自己講的是不是也很模糊 這個沒有關係 我們再看看 我們也要觀察蔡英文政府跟蔡總統 是不是未來更大的智慧 不是這個文告講一講就算了 那我們要看看真的屬於中央的政策 能夠在兩岸之間 盡一下什麼樣的力量 不要到最後真的變成地方去包圍中央 因為我相信地方也是很清楚的 因為地方已經有講了 有沒有人說這樣要賣台 所以主體性這個不變 台灣的民主價值不變 所以蔡英文也講了 所以城市交流不反對 對不對 那兩岸之間的互動也不反對 只是要健康跟正常 對不對 那如果各縣市一樣也可以健康跟正常 對不對 那這個 那如果這樣子來看 還真的有做出成績來 那這樣子是不是要做什麼樣的調整 但是啊 再怎麼調整也不影響台灣的主體性 那如果蔡英文總統 那這樣子你是會不會太擔心了一點 不過總統多擔心一點也是好的 總是要有人多把關一下 但是畢竟選舉之後 我想主體性也沒有受到什麼影響 但是怎麼調整 蔡英文總統一定還要有智慧 因為還有一年多的時間 好那蔡英文也再度的指控中國大陸 試圖利用民主的開放和自由 介入台灣的政治和社會發展 這已經是此刻台灣最大的挑戰 為了守護台灣的安全 將建立兩岸交流的三道防護網 我們看看他的防護網 有這個民生安全 資訊安全 以及強化兩岸互動中的民主防護網 好這些呢 希望聽眾朋友呢 一起來關心一下我們這個總統的意志 好那希望呢 真的台灣從此結會更好 新的一年我們在政局上也可以更正常跟健康 謝謝今天大家收聽人民最大聲 我們明天空中再見 拜拜